Hello大家好,我是胖七,我又来了 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30岁到35岁的规划 像第一期的规划分享的是我的职业规划 然后今天算是第二期 就分享一下我的人际关系规划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我以前是一个特别不爱社交的人 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应该都看到过我的成长经历 就是从小我就是一个留守儿童 而且就是内心又敏感又四杯 现在我自己是一直在努力的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 因为一个人想要在社会中生存发展 就必须要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的 而且这个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亲身体会的 你像就是一些好的人际关系 真的会使我们创业来说更容易成功一些 比如说像我这些基础工作的几位雇主 就是到现在都是维护了好几年的关系了 包括就是平时生活中经常也会有朋友 同事还有老板还有同学 主动的关心我还有帮助我 所以感觉这一路走过来 就是我的贵人还是挺多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分享我的人际关系规划 我接下来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结识更多的粮食易友 包括舍弃一些负能量以及无效的社交 这是主要的目标 然后就是定完这个目标 接下来就该实施我的计划了 大家听听看看 然后顺便记得给一些建议 我准备了一个新的本子 然后开始建立我的人际档案 是特别正式的 因为主要是内心的敏感还有思飞 我特别不习惯主动的去联系朋友 主要是怕打扰人家 或者是怕被人家拒绝 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 然后算是我强迫私底维护关系吧 接下来我要做的 就是把我所有认识的朋友都会罗列出来 然后进行分类维护 那第一类呢就是特别亲近的 以及对我特别好的 就是帮助过我的这些朋友 然后呢这一类朋友不用去特别费心的 推进和他们的关系 因为就是他们已经早就融入到我的心里了 就不管生活也好 还是工作也好 还是闲聊也好 我们都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就是即便长时间不联系 偶尔联系一次也不会有陌生感 这是第一类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生活 还有工作中新认识的朋友 这一类朋友可是 可能会是做各种行业的 就是五花八门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给他把他们的这些工作信息 还有这些兴趣等等的都会记录下来 然后呢就是从这里边 去找到知趣相投的 或者是能够相互支持的这些人 重点去联系 然后增加这个关系图 继续挖掘我的人生贵人 接下来就是第三类关系了 给他定义成临时关系 这一类呢可能是前两类关系介绍的朋友 就是刚认识的 或者是刚开始联系的 但是这一类朋友可能还需要继续的观察 然后观察看看是否跟对方合得来 要是合得来就继续加深关系 如果合不来 可能就不会强求自己主动的去联系他们了 那最后一类 第四类就是需要清理的关系 就是有毒的这些朋友 喜欢搞破坏的 思思思利的 或者是不遵守承诺的 或者是玻璃心的 负能量的这些 就是我会主动的去关闭 跟这一类朋友的社交关系 然后减少跟他们的交往 比如说欠我两万块钱不还的这一类朋友 我肯定是不会再跟他联系了 刚刚说的这四点是属于第一步 就是交际范畴 第二步也就是其次 就是对我自己私深的要求 也是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的突破点 也是我目前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持续保持自我的提升 提升自己可以被别人利用的价值 然后呢建立适合我这一类人的被动型人际关系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去尽力的去帮助别人 然后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我 了解我 并且愿意主动的和我去打交道 有句话撒出来的 就是你认识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谁 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提升私深的价值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对自己人格上的要求 永远保持善良 然后尊重每一个人 诚实守信 永远不要去欺骗别人 也永远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些是我对私深的要求 我是胖七 记录奋斗中的私有职业生活 拜拜 下期见